潘伟柏被保安拦下,保安完全不给面子,而他的回答很可爱,难怪红。 潘伟柏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,很多人都会亲切叫他潘帅,从出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了,但是依旧还是当红男星,而此前和吴欣的吴伟雄CP组合也是让观众们非常喜欢。 而现在马上就快到春节了,很多电视台都在准备春节联欢晚会了,而这次潘伟柏也受邀参加安徽卫视的春节晚会演出,但是却遇到了一个尴尬的事情, 就在潘伟柏和工作人员一同进去会场的时候,但是却被保安给拦了下来,还说,没有工作证,一律不让进,而当时场面也是非常尴尬。 这个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给保安解释,说这是艺人潘伟柏,但是保安却说,不管是什么艺人,只要没有证都不让进,可以看出这个保安也是非常负责任。 不过在那之后,潘伟柏也曾表示过,这其实并不算什么,自己也不是第一次被拦,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,虽然挂的海报全部是自己的,但是保安都说不让进,只能说保安很负责也很可爱。 看来潘伟柏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不开心,可以看出潘伟柏是没有什么架子的,出道这么多年,还这么红。